那麼持續來看到有鑑於兒童確診 引發腦炎的個案 現在有很多案件都出來了 那麼之前邱淑提就特別指出說 根據香港三月底的報告有說 發現這一波BA.2 對兒童的嚴重度並不低 同時香港也有發現 有15%的住院兒童 有發生了神經學併發症 而有在15%的住院病童裡面 發現有0.44% 轉變為腦炎或是腦部的病變 而其中歐美國家在今年1月的時候 有發現兒童腦炎的病例數 有在增加的趨勢 因此邱淑提表示說 對於急性的感染期的兒童腦炎 除了瑞德西福之外 其實現在應該要按照臨床的表現 來給予支持性的療法為主 這是他在這個15小時前 臉書的發文 持續我們來看到是又傳出了兒童 感染新冠肺炎和病腦炎的症狀 現在指揮中心有公佈新增 69例的重症 其中一人是六歲的小男童 他出現了腦炎的症狀 還有一些累積15例的兒童的重症 也有7人出現腦炎了 指揮中心有再度呼籲家長 如果小朋友出現在我旁邊 發生的8大症狀 請趕快送醫治療 有一個特殊的重症個案 這個是一位這個六歲的男童 這個是我們又新增一位兒童腦炎的個案 那也是各位媒體就在昨天有報導 這個在雲林這邊的一位有送醫的男童 那這位六歲的男童本身是有這個氣喘 跟過敏性鼻炎的一個病史 那在5月21號的時候是家人先有人確診 PCR陽性確診 那5月21號的晚上開始有發燒到39度的一個症狀 同時有寒暢跟食慾下降的一個情形 那在更晚大概過4個鐘頭晚上大概 進入深夜的時候有出現這個意識變化 跟一些這個嘔吐抽搐的一些症狀 所以晚上緊急送醫 那到醫院的時候急診這邊量到的體溫是 很高42.7度 那血壓偏低 那緊急做了這個快篩是確認是新冠陽性 那就轉送到這個醫院 另外一家醫院去這個家務病房去入住 那在那邊緊急插管 有做一些像X光片跟頭部電腦斷層的檢查 發現有這個肺炎跟腦水腫的一個情形 所以診斷是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併發腦炎跟肺炎 那目前在家務病房使用類固醇 瑞德西韋 免疫球蛋白 免疫調節機 還有一些降腦壓的藥物等等在治療 所以這段是我們今天新增的一位重症 那我們累積的這個兒童的重症病例 目前就是總共有15例 那也包括當中有7例的這個腦炎 包括今年的這一案 剛剛在提到這一位個案的症狀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一些 有符合這個重症前驅症狀的一些表徵 包括說 他的體溫有大於41度 那也有這個抽搐跟持續嘔吐的一些症狀 所以這都符合我們這個腦炎重症的前驅症狀 那家長也算是非常有警覺心 就立刻帶去醫院的急診去就醫了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家長在這段疫情的期間 要特別注意小朋友的這些八大的這個重症的前驅症狀 有發生的話要立刻帶小朋友去就醫評估 那另外大家也會注意到我們最近公佈這個腦炎的個案 這個年紀有一位是10歲 有一位是6歲 另外也有一定是5歲 所以目前來講我們兒童疫苗的接種年齡是有5歲以上都可以來接種 所以也鼓勵家長能夠來考慮說幫小朋友來接種這個兒童的疫苗 增加兒童對於這一些重症的保護力 好我們來看到今天去人人數已經將近快要9萬人了 那麼指揮中心有特別公佈 另外有新增76人不幸死亡 而這個人數再創本土新高 當中兩人是年輕的個案都是30幾歲 但是有慢性病史分別是癌症還有心血管疾病 而死亡個案中有31個人從來沒有打過一劑疫苗 公佈的76位確診死亡的個案 其中73位有慢性病史 那31人沒有接種過任何一劑COVID-19的疫苗 那年齡超過80歲的有50人 那在這個今天公佈的死亡病例當中年齡是從 最年長的90多歲到這個最年輕的30多歲 那其中30多歲的這兩位分別是 一位這個有接種過一劑疫苗的女性 那她本身有這個慢性的心血管疾病 這些相關的病史 那這次是因為染疫之後罹患肺炎跟敗血新修克爾過世 另外有一位是30多歲的男性本身有癌症的病史 沒有接種過COVID-19的疫苗 那這次染疫之後有罹患肺炎跟呼吸衰竭 以及本身癌症惡化的一個關係而過世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起來看看藝人吳宜佩 在臉書在IG有特別開放醫護人員分享他們的境況 有人就有說他們每天8到10個小時都是無法吃飯的 也根本不能喝水 更別說上個廁所了 而且每天還要換5個N95口罩 完全都是密閉式的那種的口罩 非常的不舒服令人很心酸 另外她也分享說有網友在路上說 為了要這個炸領這個保險金 他們還賣的是確診水 說你可能只要喝這個水或摸這個水 用這個水你就可以容易確診 讓她直呼說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 反觀那些辛苦的醫護人員 他就看到這些很氣憤的表示 你們可能會在地獄上相見 那麼繼續我們來看到是指揮中心有提高了 專責病房的這個醫護病筆 那麼導致說很多基層的護理人員很反彈 過去夠辛苦了 現在又更辛苦 甚至還有染疫的風險 那麼護理師工會的理事長 在25號跟陳時中部長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除了表達第一線醫護人員護理人員的心聲之外 同時也強調會用工會所設置這個護病筆 1比5的方式來面對嚴峻的疫情 很重要大概就是目前就是護理人力 那因為護理人力目前在專責病房的部分 他一直強調的就是要用到我們的設置標準 但是我們還是強調1比5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在今天跟副長提出來的部分 就是跟人力相關的 那人力跟薪資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大概會一起跟副長來提訴求 因為跟我們過去在照顧病人的時候 用1比9的設置標準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的確診病的都是重重度才住在醫院裡面 而且我們知道Total Pay 就全部都要照顧 除了照顧他的專業照顧以外 還有一些生活照顧 歡身 拍背 餵食 通通都是我們護理人員要做 所以我們一個人如果要照顧五個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承受了 承受到在護理師大概最忙忙才一個人 他會照顧到多少人 大概北中會不太一樣 因為異境北區的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在北區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有的時候才到一個人要照顧到六個到八個左右 那南部的話我們大概問題 現在是目前是1比5 但是你知道疫情現在往南走 所以南部的一些所有的夥伴 都開始準備著面對著未來 可能南部往南走的這一塊 就是說以我醫院來講 我們是確診一定是要七天的休息 那如果是說以台北來講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確診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開放多一點 就是三加四的方式 那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也有人員會回來 那我們大概也稍微統計了一下 北區的確診率大概是在8到10%左右 那在我們南區的話大概是5%左右 所以我們也去統計一下 到底人員的確診的比率到底有多高 這都是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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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